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成为日常行动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简不断的爱 2015年2月12号 广州市维多利广场上40多名理发师聚集在一起 一五位市民理发 四个多小时里 他们共为500多名市民进行了议检 筹集了善款3万余元 刘润能是这次全城议检的发型师之一 也是这项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他和全城议检的渊源 还要从三年多前说起 2012年2月12号这一天 广州市所有的发型师 都在为一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女孩做议检 这一天 广州市东风西路小学 也专门为这个白血病女孩刘碧欣 举行了一场爱心义捐活动 在活动现场 患病女孩的父亲 向爱心人士深深的鞠躬致谢 患病的女孩名叫刘碧欣 之前被查出患上急性水性白血病 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 他的发型师爸爸刘润能 坚持要用自己的双手 通过为他人理发有尊严的 为女儿筹集钱款 刘润能的故事经媒体的报道后 感动了无数市民 这个身患白血病的小孩 牵动了一座城市的心 在当地媒体慈善机构 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广州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全城意见 为小必星筹集善款 多谢所有为阿必三付出过 和努力过 坚持一份爱心的人 多谢你们 在此和你们鞠躬过功 请你们真诚的一个鞠躬 多谢你们 人们的爱心常常基于同情而散发 而同情往往难以持久 但事实上 社会对救助的需求是恒定的 我们经常为了一次光彩夺目的救助盛典 而欢呼而庆幸 但是呢 也容易忽视其他没有被关注过的 没有被包装过的个案 三年前 我们的节目曾经关注过小必星的病情 关注过全城意见的活动 三年后 我们很想知道这个普通的理发师 这个不幸的父亲 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当时轰动一时的全城意见 是从十万火急变成昙花一现 还是走向了日常行动 小必星无疑是幸运的 当年的全城意见在短短几天内 一共募集到善款九十万元左右 但小必星的经历只是个案 为了让更多身患重症的青少年 得到持续的关爱与帮助 全城意见的发起人 专门成立了 以必星名字命名的 必星青少年关爱基金 当时全城意见一天下来 通过线上和线下 包括安能自己的账户上面 是一天筹到了九十多万 这样的一个善款 那后来安能很快就是 找到我们媒体人们就去一起商量 说其实这个款项 他觉得不太合适 放在他自己的个人手里 第一个他希望这些是来自各界的爱心 他有一个更公平 或者是说更透明的存放的一个地方 所以当时我们又找到 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就先是设立了一个必星基金 这样的一个专项基金 遗憾的是 全城行动构足了 小必星高昂的医疗费用 却还是没能留住这个白血病的孩子 几个月后 一直没有等来骨髓配型的小必星 离开了人世 我女儿是人走了不幸运 但她也幸运了一个 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注 所以我感觉到 我女儿是人走了 她也幸运了一个 失去爱女后的刘润能夫妻相依为命 妻子待业在家 刘润能继续做理发师 由于妻子常年患病 每个月要靠大量的药物维持 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小必星离开时 为她募集的专项善款还剩下九万余元 这些年给小必星看病 家中早已负债累累 这些钱对于刘润能夫妇 可以说是一笔巨款 但是刘润能毫不犹豫地 把善款捐给了必星寄进 自从刘润能将善款捐给必星基金后 就不断有人向她求助 有心急如焚的白血病患儿家长 也有重病的年轻人 刘润能说 看着这些人 她一直在想 怎么凭借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 很快 刘润能在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 注册了必星爱心手艺服务队 通过上门帮人剪头发等 志愿服务形势帮助他人 这服务队主要是帮那些残职 之前是残职和老残职 和老残职和老残职 还有就是说 现在我们推向了医院的重症的青少年的家属 或者是那些癌症的家庭 宣言去预奖 帮助那些病人和他家属 转眼 女儿去世已经三年 直到今天刘润能夫妻回忆起来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以说是每天都行 也好难才有一个孩子 所以他做了 就是 好痛苦 有人说爱是忽然有了软肋 又有了盔甲 有人说爱是冬日暖阳的惬意 照出人心里的光亮 还有人说爱是无尽的希望 是疲惫时候的英雄梦想 对于刘润能这对普通的夫妻 从当时有尊严的接受救助到痛失爱女 再到后来重新开始 他们的心里一直怀着满满的感激和爱 所以他们没有一蹶不振 对他们来说 爱可能只是手中的这把剪刀 可能只是通过自己的手艺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抱着这样的想法 他们开了一间小小的理发店 取名就叫 必心爱心发廊 其实早在小必心生病的时候 刘润能就已经有了开爱心发廊的梦想 但是由于缺乏资金 他一直把这个梦想憋在心里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我只要在店里面挣到生活费 我能够养起我老婆 或者是自己的生活费就可以了 就满足了 但是我又可以做我开那种事情 那一个人做不了多少 你没有个定点去帮人家预奖 的话 那么我这是 哪怕我可以上班员工一起做事 我就可以天天去预奖 也可以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当地媒体和爱心人士 纷纷表示支持和鼓励 有朋友马上就表示 愿意借给他20万元开发廊 他一路在支持我 他说 你拿什么还给我 你打工 如果你不做好 他不支持你做下去 你一辈子会很痛苦 他只好借给我 他没知道我还不起 那就是说 希望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刘热能选择试一试 很快他拿着这笔钱 在家附近租了铺位 刘热能说 这里除了租金比较便宜 主要是还看中了 周边残障人士比较集中 我说这里 就是说 离那个残子学校比较近 还有对面有一排房 新的牌子 这个房子 就住进很多这些 贫困的那些残子的人进去 真的要开的话 就在这里开了 2013年7月 刘热能酝酿一年多的 碧芯爱芯发郎 终于开业了 他承诺 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 为20位贫残人士免费剪发 只要持有残疾人症 或特困低收入症 均可享受益减 而且还要把一部分收入 捐给碧芯基金 救助患有重病的儿童 爱芯发郎开业以来 刘热能每天除了要在发郎议检 每周还要三次外出上门议检 如果碰上前来求助的患儿家长 他还要帮助组织 大型的议检活动 筹集善款 我说可以 只要公开透明的东西 你们承担的责任 我去做 就说尊量 学手去做一些 我自己能做的东西 就帮他这样去救助他 去求助 就说散播出来 就给他做议检 刘热能的这种做法 让人不免有些担心 虽然他有做公益的热心 有剪发的手艺 但毕竟没有经营的经验 加上做公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下去 爱心发廊能坚持下去吗 剩下压力非常大 也没有想那么多 无论生活还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就是说帮一下人 我经营方面没有想到这么 这样子一路走学步 一直都没经营起来 全程一剪的活动 不是天天都有 但爱心发廊的义务理发 却每天都在发生 将近两年的时间 刘热能的碧心爱心发廊 已经成为广州工艺事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虽然工艺梦想敌不过惨淡经营的现实 但刘热能还是一直在坚持 不管是当年的救助小碧心 还是后来的爱心发廊 其实针对的只是某个患病的孩子 某个不幸的家庭 但是还有更多这样的孩子 这样的家庭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这些问题抛出来 逼迫着我们必须多问几个为什么 多问几个怎么办 怎么才能让我们的爱心更加持久的流动 怎样才能提高民间公益慈善的经济力量 怎样才能把单次的救济行动 变成有组织的公益慈善行为呢 刘热能是一位发型师 凭借着一技之长减发筹款 这样做不仅给了捐款人具体的实惠 也使得自己更加有尊严的接受帮助 这样的技能救助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一种公益慈善事业的新常态 他可以把自己的爱心的部分去传递出去 还有就是说通过这个发廊 他作为一个连接的纽带 他把爱心发型师 就当初全程一剪的这帮人 去把它捏合到一起 就我理解他整个过程 他可能不仅仅就是说为了开一家发廊 开一家发廊 他想在这里面去体现一些更多的 多元化的工艺的元素吧 郭元 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他是当年全程一剪的发起人之一 也是毕心基金的创办人之一 在了解到毕心爱心发廊的困境之后 他创新的提出带用理发工艺项目 消费者可以提前购买爱心券 并送给有需要的困难群体免费享用 为了救助更多的患病儿童 郭元和他的伙伴们还把技能救助延伸到其他行业 2015年4月28号 广州全程出租车司机进行了全程一代 为某低哥身患重病的孩子筹款 一天时间筹到善款71万元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 其实按照以前我们 我以前在媒体的时候去理解工艺呢 也是可能就是这种赶招或者是说捐款 然后把这捐款给到个案 那可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就已经可以画上一个比较好圆满的句号 那我就发现这个里面 其实公益是应该说是大家的事情 而且它需要各种不同的技能在里面 三年来从疫检到疫载 队伍不断壮大 从个案救助到成立专项基金 再到持续筹款 登记注册为独立法人机构 同时还运用一些创新的举动筹款 毕心行动从点到现在到面 诠释了爱心如何能够持久流动 这一公认的社会难题 全程易检的活动持续了三年之久 而且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刚刚结束的全程易在 已经成功的救助了一个孩子 我们相信今后他会救助更多的孩子 今天我们回顾了全程易检 从个案救助到机构救助 从激情救助到日常救助的历程 从全程易检到全程易在 我们不是要单单的夸赞壁新基金 还有它背后的救助团队 我们只想以此为例 探究一下社会救助如何专业化 常态化组织化 毕竟未来的日子里 刚刚成立的毕心工艺服务中心 还会碰到更多需要救助的对象 还会面临更大更多的挑战 就像中国民间工艺面临的问题一样 只有敢于跳出原本的框架 敢于拥抱新事物新思路 这样的行动才会创造出 完全不一样的新局面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